近來我國的水產品和農產品 都被種種原因禁止消往大陸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持續炮轟大陸出處刁難 針對台灣 說截止時間和收建方式 與其他國家標準不同 陳吉仲接受媒體捐訪 也高度質疑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聽到陳吉仲的批評 讓在業黨很傻眼 痛批明民進黨 已經執政七年分散市場 協助業者提升競爭力 這些難道都沒先做好 直到出問題 再通通推給ECFA嗎 學者也直言政府出問題 就拿納稅錢去補助業者 根本是挖東牆 補西牆 補貼 救濟 都是環不齊極 今天補貼的話 明年還要不要補貼 在黨和學者痛批 陳吉仲沒想辦法解決當前困境 反而甩鍋給大陸和前朝 卻沒有真正為農民著想 記者張昭鵬 徐國豪 台北報導 小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摸摸水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